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我是演员 我不是明星 只要你们把我记得是还有一个成熟方 哪怕是一场戏 一句话我都会演 我不挑要角色的 出道63年却时刻包有刚入行初心 演员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用在成熟方身上不为过 他20多岁被人下药迷婚 因此怀孕成了小三 纠缠11年才结束布伦恋 后来远嫁澳洲却被前夫囚禁 一度失去人生重心 被明岛侯孝贤给拉了起来 侯岛 你叫我很多 我真的感谢你 我第一次跌到井底的时候 从澳洲回来 你跟我说 怕什么 女人离婚也说了不起 回来拍风贵来的人 对不对 这部风贵来的人成了 成熟方人生转列点 之后电视剧 电影 几乎没间断地出演 看似风光 但一开始 家人并不赞成他走演员这条路 阿公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他在童年时期 可是为千金大小姐 民国二十八年 爸爸是金矿大亨 但他想演戏 爱演戏 甚至半丑也没关系 所以你为了那个戏 牙齿就缺掉三颗 那有剩一心 我可以拿起来好就好 从家人不看好 到金马武器 一次棋回了批 陈淑芳高龄八十一岁 持续挑战新角色 她说哪怕只有一句话 只要演好就是主角 三零星的《少博热报》 台北报道